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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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C自動車 金爸爸 手款打開來 0秒開機台 Ultra-Z3 地標最強的Dual Lens 兩年前買二手的車有條表 車行告訴我 最近把車賣的車行告知 過了一個月對方跟我索賠條表 費用一公里五元 查到條14萬公里 或法律責任嗎 可能有 剛好也謝謝吳亦成 來這個直播跟我們的觀眾朋友分享 這個我最近有遇到一個 你車子有板件有更換 你賣給車商請 記得要叫他住民在合約上面說 買方已經窒息 此車比如說這個引擎蓋有撞過 哪裡有怎麼樣 寫清楚 已經知道里程不準 即使賣給車商也請他寫清楚好不好 要買一台BZ4X來開箱 我買了啊 可是我今天有跟業務聯繫 我說如果今年交不到我就不要了 不是我不喜歡這種感覺 你知道嗎 現在吼為什麼都這樣 就是他就是跟你說300台 然後大家搶 然後我跟你講 裡面一定有很多單是搶下來 準備賺差價的 我認真講就是這樣 我真的越來越覺得這種東西很不齒 你知道嗎 我覺得是這樣啦 你300台你就接300台的單嘛 然後你說 媽的 300台20分鐘就沒了 然後他媽幾十分鐘已經破千張了 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你 可能他要做廣告行銷吧 我猜 對啊 我們都覺得我們在抬轎嘛 說什麼 155萬我放在身上鋪的 那不好開 他會給我加 他會給我領 賣嘛 我認真想起來 事後認真想起來 我就覺得 那算了 那 今年沒有就不要了 我何必在那邊 幫人家抬轎 我155萬我沒有100台車好買嗎 對不對我150萬我沒有更好的車可以買嗎 我是這樣覺得啦 我自己啦 我是以一個 我是這個 買家的立場嘛 來想這件事情的啦 我不知道啦 我不是以說我是一個自媒體還是什麼 對啊我就是以一個買家的立場 暴力要有順利賣出去嗎 我覺得好像我本來想說轉手可以賺個10萬好像賺不到 超定價 超定價 我跟你說 大家買都買到差不多了 我說真的啦 所以我決定那個啦 暴力要告訴你喔 之後我每隔一個禮拜我就降1萬 我就降到有人買為止 你們都不要買啦 還有那個CHR也一樣 我跟你講CHR實車真的很漂亮 我真的覺得 這一次的這台黃色CHR整個那個整體的感覺跟氛圍 我真的不輸我歷屆以來我們整理的任何一台車 我覺得他可以排名在很前面 所以我真的開架的時候我真的很捨不得 所以呢 我本來想說 那這個因為我們的成本算算大概80萬 我想啊 賺個3萬塊好了 我跟你講沒有人要就是沒有人要 所以我也決定CHR 我每隔一個禮拜我就降1萬 我就降到有人買為止 那我想這個錢也是賺不到了 好不好我以後就看破了 以後這個 我們只要做這個計劃就是 就是了解了啦 沒有什麼好想的啦 沒有什麼好猶豫的 我們只要下定全新做這個計劃 不能貪心我想說可以賺一點錢 可是可能應該不行 好賺不了不要賺 我只是覺得很可惜而已 所以為什麼台灣沒有人要做這個 以前國外的那種 Primary 那種節目 沒有人要做 因為不會賺錢啊 暴力壓200內應該會有人出手 我就慢慢降 我就降到有人出手為止 其實我本來想法是這樣啦 因為我覺得 暴力壓他很明顯就是一台 有錢人的玩具 我認真講那真的是有錢的玩具 真的一般人大部分的人應該不會拿200萬來買一台這個小小的 手排車而且大部分的功能是在於玩樂的車子 所以我想要劫富濟貧嘛不行 你知道嗎 我們要賺就是要賺有錢人的錢嘛對不對 然後那個 有一些買二手車沒什麼錢都買二三十萬的啊 中古車十幾二十萬的 那客人我們回饋給他 賺他少一點然後給他好東西 劫富濟貧的概念有沒有 後來好像 有錢人的錢沒那麼好學 所以 這是不是一個社會現象 所以造成什麼 沒錢的人本來已經沒錢 然後出去社會 還被人家削一直被人家削總到哪裡都被騙 是不是因為這樣 所以有錢人的這個錢不好削反而 大家都去削那個沒錢的窮人的 然後窮人就越來越窮有錢越來越有錢 這現象真的很不好 我們就是真的沒有那個投機財的命 當初賣暴力壓給我的人轉單還漲價真的很好笑 不會啦我覺得那沒有什麼好不好笑的 這個就是這個一個願打一個願哀嘛對不對 他有沒有強迫我買 其實我知道太高啦 但是我就是覺得 坦白說我是想要買回來 拍個片試試看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至於最後賺不賺錢 還是要賣出去會賠錢 我覺得那是其次啦 只是說 至少我們有試過了 也跟大家分享過了 大概就是這樣 不然我不知道 那有比較貴 我自己在 坐二手車的 怎麼可能去買超訂價 很難啦 我沒辦法打贏 而且加上我其實我本來對暴力壓也 沒很興奮啦 你知道嗎 其實那 最早的時候就有 車評朋友就有問我說 你要不要 他們好像有那種 我也不知道啦 好像可能可以 比較早去訂還怎樣 那時候他就 最早的時候就問我 我那時候沒什麼興趣 我說那個貴到 反正就試看看啦 可以新款S喔 沒有我沒想那麼多 對我那天有問業務 我跟大家這個 讓大家漲知識一下 因為有人說那30萬不能退 後來我去問業務 其實那個保時捷那個30萬是可以退的 然後 我有問他我說那你覺得如果 因為我有一點想訂 凱燕骨貝 那我說我如果換凱燕骨貝的話 你覺得是轉單比較好 還是我再訂一台凱燕骨貝比較好 然後他說如果我想要轉成凱燕骨貝的話 就直接 轉單就好了 而且他說凱燕骨貝比較 凱燕骨貝大概等8個月 所以我有點油 因為最近一直對電車又有一點 覺得是不是太早 我老婆是叫我買電車啦 但是我覺得是不是還是太快了 對鱼燕骨貝有興趣嗎 坦白說 沒有很有興趣 我從上一代啦 我先不要講這一代 我覺得從上一代開始 沒有那個日本的那個味道了 你知道嗎 我覺得太像歐洲車了 完全已經 失去那個日本味了 其實上一代的時候我就覺得是這樣 我自己 主觀的覺得 對啊我覺得 你像那個剛剛有人問Z嘛 你上的Z 我覺得 他還有保留那個 日本味在裡面 可是 上一代 蘇普啊開始我就覺得已經沒有那個日本的味道 我自己覺得 馬三油店賣到120幾萬買得下去嗎 我覺得120是聽起來是合理 可是 我覺得現在很奇怪喔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我後來發現一件事情 你會不會覺得大家好像都已經把那個 電池的維護 電池的衰退 電池的後續的 保修 這件事都忘記了 你有沒有發現這件事情 大家好像都覺得 好像不會壞 怎麼可能 大家為什麼把電池這件事情 電瓶這件事情 都把它忽略掉了 然後我們只看 一台賣150 一台賣170 一台賣多少錢 都沒有人去思考過電池的問題 我覺得還蠻神奇的 我在討論版上面看每個人在討論這一次的Toyota這個 這個電動車有沒有 沒有人在討論電池的問題 神奇喔 歐洲進口車都是沒有引擎號碼嗎 這個我也覺得很奇怪 台灣的 只要是進口車引擎號碼都不登錄 到現在都還是一樣 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只有國產車在台灣出廠的國產車 他的行照上會登錄引擎跟車身號碼 那我坦白說我不知道真正的原因 那古老流傳下來的說法是 國外他們是引擎是一個消耗品 所以他覺得這是可以被更換的 所以他們都是不登錄引擎號碼的 那台灣可能失竊率比較高還是怎麼樣我不曉得 他認為如果登錄引擎號碼 就比較不會有失竊引擎被人家 拿去兜售的那種風險 所以國產車他都一律登錄 我覺得很奇怪 那進口車來台灣就不會被幹引擎嗎 所以我不太懂啦 所以其實這種 我覺得這一種 都是應該都是很久以前的 舊法令到現在 也沒有人想要改過 對啊我不知道 我事實上我認為 引擎應該是要可以被更換的 我自己覺得 我覺得這個才是 環保吧 你一直做新的東西 車子 你一直換車 然後舊車賣掉又有人接手一直在用 我覺得這才不環保吧 我們如果今天我的車已經吃機油了 商環保了 好那我就這個 跟原廠訂一個 新的引擎 對不對來換上去 那我繼續用 我不會再多花錢再叫你們製造一個新的東西來賣我 我舊的還可以再用啊 這樣不是也是另外一種環保嗎 我是這樣想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啦 對啊我是不知道為什麼啦 我覺得引擎本來就是 引擎變速箱 一樣的東西嘛 他正常應該是要可以被更換的 你不能換 你就是要一直修 你知道有些東西怎麼修都修不好 我覺得引擎 他本來就耗材 引擎為什麼不能換 引擎可以壞 引擎壞了為什麼不能換新 要可以換新啊 我引擎壞了不能換新 我只能一直修 這是什麼莫名其妙的規則 我也不懂 可以啦台灣 台灣他可以換引擎可是他好像要有一些要滿足一些條件 不簡單不容易 這第一個然後第二個是原廠其實台灣對於引擎的單價 開價非常高非常高 隨便你都是要破10萬以上 所以也比較少人在做這個事情 可是我的意思是換引擎 我可以去換已經報廢掉的車子的 勘用的引擎啊 我不一定要去原廠換啊 我為什麼一定要去原廠換呢 這也是環保啊 假設我的引擎今天已經縮掉壞掉了 那我去沙漏廠剛好有一台跟我同款車 他可能是屁股被撞 撞爛了然後報廢 但是引擎是好的 那我為什麼不可以換上他的引擎呢 這不是也很環保嗎 對不對 我不知道 反正 原廠他換引擎要滿足一些條件 以前是有一些失竊的 然後你要去申請 要警政西關 監理站都要申請 然後 行文到原廠 原廠有那個文 然後他就會幫你把 引擎弄上去 然後還要去驗車 驗車以後引擎前面會加一個P 就代表說你真的換過引擎 反正就是 有一些公文跑一跑跑一跑 然後 好像沒有很簡單要滿足一些條件 我很久沒有那種忘記了 歐洲車的隔音真的比較好嗎 你要說是歐洲車嗎 我覺得隔音是 取決於幾個啦 就是他的主結構底盤的那個 結構的完整性跟強度不一樣 然後板件跟組裝不一樣 或者是他裡面的材質不一樣 那你說一定是歐洲車比較好也不一定啊 你如果像是 我假設 Lazos某一些車款 他比較有琢磨想要琢磨在這個 隔音上面 他特別認真做隔音 那也是會很好啊 對啊 應該是這樣講 有一個案例 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有一個案例 也是這個粉絲 朋友 提供的 那正常 我們一般 消費者去買二手車有沒有 那你是可能會分期會貸款 那貸款一定 大部分不是車行自己 貸的嘛 一定是 安排銀行 或者是融資公司的業務 然後跟你聯繫 對不對 好然後這個案例是說 比如說你來跟小市買了車 有一個人就買了車之後呢 他就 車行就幫他安排了一個 貸款業務 就跟 這個車主 說要辦你貸款 結果呢 他就跟那個車主好像說不知道要加 先匯8000 1萬 沒有他2萬 這樣子 怎麼開辦費 什麼就對了 那消費者不宜有他嘛 他覺得說 可能辦貸款是這樣 就先匯給他 好像就是類似說什麼 要先補貼利息 所以這樣子 我可以給你比較 低的利率什麼的 結果這個人就消失了 拿了2萬就不見了 然後這個消費者就找車行 車行說 我也不知道啊 我只是負責介紹 給你啊 就變成 一團 爛帳 就對了 那這個 狀況其實 以前 偶爾也會發生 因為 有一些 貸款的業務啊 他可能他 比較塑形不良的 他可能有一些真的會 捲款 然後公司 也變成要背黑鍋 以前也發生過這種情形 其實以前新車業務也會有 你知道嗎 就是 你看他買車 然後他算你便宜 然後他就叫你說 車款 匯到 個人戶頭 或是 收現金 以前如果匯款比較沒有那麼方便 平凡的話 業務是有可能收現金的 然後他可能已經把你的全款收了 然後結果 你一直等不到車 因為錢被他花掉了 那他越累積越多的時候 你會追啊 他說我車什麼時候可以交 然後他就會 這個業務會 因為錢被他用掉了嘛 他就很緊張 所以他就用更低的促銷 比如說這個本來80萬車賣70萬 外面 全台灣沒有人比他更便宜 然後又找了下一個人來買了 買了以後他就先把這車給這個人 然後就永遠缺一台車兩台車的概念 一直抓踢死鬼嘛 所以以前外面有一些神單 超神單 就是這樣的 因為他欠前面的車前面的那個錢被他花完 你看要負責還是要喝酒有的沒有的 錢花掉了 然後他永遠欠人家一台 然後怎麼辦 就促銷 他就開出一個他做不到的條件 然後想辦法再賣車嘛 然後錢快點進公司 然後配一台車 然後這樣一直 補破王 你知道那個水這邊破一個洞 手指頭堵有沒有 這邊又破一個洞堵 腳指頭也堵 舌頭也堵了 下面又破一個洞 全部都堵了 一直堵 堵到堵不住就爆炸了 然後就跑路了 二手車業務也有 也不是只有新車 二手車業務也有 這都是個人品性的問題 買10幾萬的車可以全貸嗎 一般不太可以 除非有一些融資公司 他有一些 老車方案 他可能可以給你一筆10萬 或20萬這樣 那不然正常的管道 一般的銀行 因為車的年紀太老了 所以他們都不乘坐了 他們評估風險太高 目前二手車的利率在3%到5.5%中間 依照你買的 車子的年齡 還有你個人的信用收支狀況而定 對這個 講到這個貸款 被oc掉錢 還有一個就是說 很多人 今天有遇到一個消費者說 我朋友跟我說 他幫我辦的利率是3點多% 可是我怎麼算都是20% 請問一下怎麼辦 那我可以跟大家推薦一個 很多的銀行的車貸 其實他都有試算表 你去網路Google 車貸的試算 那你可以找到 他們可以讓你輸入說 假設說 這個你貸多少錢 比如說30萬然後 幾% 分幾期 就幾年嘛 然後你試算出來就告訴你一期的金額是多少 那你就可以去回推說 你的貸款利息是被辦幾%的 他不是一般的那種單利的算法 他是本利貪環算法 所以我們一般人 很難算得出來 除非你是讀這個 科系的 我也算不出來 所以我都是利用網站上面 然後車貸試算 那你去輸入一些 資訊 那你就可以換算出來 那你就可以知道說 幫你辦貸款有沒有騙你 這個也是今天才遇到的 案例 好不好 對啊 我覺得是一個講單利一個講負利 所以會雞同樣樣 所以你就上網 用車貸試算去算就好了 買10幾萬的車要貸款 勸你不如騎機車就好 也不是這樣講 這個貸款這個東西是 他是可以讓你運用的 並不是說 貸款就好像很減少 因為每個人對於現金的運用 真的不一樣 我認真講是這樣 貸款也沒有什麼好丟臉 我從小到大我爸爸都一直跟我講 他覺得貸款是一件丟臉的事 所以他很不喜歡貸款 他也一直灌輸我一個觀念 說那個會貸款的 很丟臉 就代表沒錢 又要裝扣 你知道嗎 才去貸款嘛 對不對 你唇的小師 沒錢 要開麻煩 去貸款 300萬 200幾萬 對不對 自我膨脹 以前這種觀念 我父親傳下來的 可是漸漸的我出社會自己做生意 我告訴你一件事情 我現在覺得不貸款的是白痴 我常跟大家分享嘛 你欠30萬你會怕銀行吹繳 你欠3000萬銀行怕你不繳 這當然是比較誇事的說法 就是這個東西其實他 他就是給你運用的 而且現在的利息跟以前我們 父母青年代的利息又不能比了 因為那時候利息真的很高 那時候車貸真的有20%的 所以那個時候撐不上 貸款是運用這件事情 但是現在因為利率真的不高了 我真的我在這一行20年超過了 現在的 貸款利率便宜到 有夠靠北 你借10萬一年利息才 3000塊 看他有夠便宜的好不好 你不借白不借 我今天線上 500個觀眾朋友我就講來小事跟你們借10萬 有500個一個人借我10萬就5000萬了 然後呢 一年之後 我每個人這500個觀眾朋友借我10萬塊 我每個人多3000還你就是還你10萬3000 你要不要借 看看你只怕小事倒而已啦 我為了賺你那3000 借你10萬 就一年後小事跑了 捲款5000萬跑了 你覺得現在利息還不夠便宜嗎 當然我不是說鼓勵大家去貸款 這個是一個資金的運用 就是有時候貸款 或是信用卡這種東西 是給我們提前享受 或是享受更好的生活 但是你當然不能濫用服用 對不對 你濫用把它弄湊掉 我也沒辦法 我真的覺得說 很多事情都是這樣 你們聽過什麼叫本多終聖 玩股票的這樣 像很多人有沒有 股票都掉很低 說本多終聖就是 我錢多我放著我沒差 放到最後反正是一定會漲 這個我還蠻深刻的提認 其實坐二手車也是一樣 就是因為你的本錢不夠多 所以 你在很多時候 你明明知道這個車會賺錢 可是 你可以把它買回來 可是買回來以後 你因為資金不夠 所以你就沒有辦法 你會自愛難行 所以你就要趕快 用這個 最少的利潤 趕快把它過手 處理掉 那以至於造成說 本來可以賺更多錢 可是你賺不到 因為你本錢不夠 那我就想到以前 我剛開始自己在做這個 二手車行業的時候 就很常遇到這個問題 例如說我印象很深刻 我那時候買到一台 很特別的車子 很特殊的車子 就是這個 馬自達的626 他那時候是屬於那個 天王星的雙升車 那個車很少 然後我那台車很漂亮 非常的漂亮 然後我印象很深就是 他那台車我記得 車礦很好 又是白色的 然後市場真的很少 後來 那台車其實沒多少錢 我記得可能 10來萬 我有點忘了 因為已經很久了 好 可能假設這台車可以賺5 6萬 然後那時候 沒有錢了 錢就拿去買車 然後 那時候我老婆跟我說 他想要學 電腦繪圖 他想要去上那個電腦課 然後完了 學費要多少錢 3萬塊 怎麼辦 可能 沒有多餘的3萬塊付學費 你知道這時候怎麼做嗎 我就把這台車開著 然後去找一個 同行的 也是車行 就說這個某某某 我這台車跟你 公家好不好 比如說這台車我買10萬塊錢 然後 我跟你一人一半 對方說 這個會賺錢 好啊好啊 會賺錢的人家一定好 你懂嗎 有時候人不是在套交情 他也是在看會不會賺錢 對不對 對我不是跟你借錢嗎 我是說這個車我們就 一人一半 公家 賺一人一半這樣 然後他說好啊好啊 5萬給你 然後我就拿去繳學費 然後那台車就變成說 賣掉以後 假設賺5萬 那就分他一半 就類似這種感覺 所以 當你剛開始在做生意 沒有那麼多資金的時候 其實 還蠻常會有這種狀況就是 應該賺的錢賺不到 因為你錢不夠多 然後 車子 其實 他也是一種有價值的東西 你看我那麼多車 那萬一我哪一天我缺資金 或是怎麼樣的時候 其實這些東西他是可以去 換錢的 他還是有他的殘值在 只是說有可能是有時候要賠一些錢 你如果想要快速的把他 處理掉我現在就需要80萬怎麼辦 我知道 比如說 小鴨好了 小鴨我搞不好等等等我可以賣190幾萬 沒辦法了我現在只能賣 我知道160 160一定有人買了吧 對不對 這些車行看到有利可賭 160來賣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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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馬上就把160換回來了 可是問題是 你就賠30萬了 因為我買190 所以這些車其實都是 有殘值的東西 所以這個我覺得做任何生意都是一樣的道理 你如果急著貨回來你急著要消掉 你沒錢你想要快要偷掉 你去換回來的錢一定很少 甚至要賠錢 但是你如果是很有錢的人 我就放放暴利壓 我才說要補財 我才兩百萬 看不到 賣不出去 賣不出去我就無聊 不然我們阿倫 要帶人家去鴨子 不是 要帶人家去鴨子 對吧 做一些小鴨子就好了 那人家 坐車子要帶鴨子 油門補 沾下去 嘿嘿嘿嘿嘿 腳都軟了 對吧 到鴨子 路車 騎不穩騎不知 還要給他扶 扶到鴨子頭上 叫他去密碼 手在那裡 門又問 你拿幾盒 好 我幫你去 對吧 帶他去領錢領獎金 我也送啊 我有差 我有差在百高丸 對吧 做生意百高丸藍山 這樣 對吧 老人家摸手 摸手沒關係 租到一個 美國來的表哥 還是盤子一種 家裡很多盤子那種 搞不好 來的 就糕了 糕了 太壞了 我跟大家分享我自己是這樣 我認真 因為我現在住在 木柵那邊嘛 那我馬沙拉地我開的時候我都開SPORT 那SPORT的話那個排氣管都很大聲 但是我只要一進到社區 我就 關掉 我是這樣子啊 所以我也是覺得 我為什麼之前在 改車的影片裡面我都跟大家講 你要改排氣管沒關係就好去改閥門 你至少在一些高速公路啊 對不對 比較沒有住宅的地方 或隧道聽聽那個在隧道 我很喜歡聽那個 排氣管在隧道裡那個聲音 以前都只有在玩 GT地平線賽車遊戲的時候才聽得到那種聲音 那你自己 的一台愛車然後改了管子 然後在那個隧道裡面然後去聽 噓 噓 聽到隧道 好聽 我住宅區我是覺得 不要啦因為會覺得吵到人家 你說怎麼看待那種人我怎麼有什麼 怎麼看待的就是跟一般 有人他就是會亂丟煙滴亂丟垃圾對這就是道德問題 對啊我是這樣覺得什麼人都有啊 對啊所以這個也沒有辦法去去說 有什麼怎麼看啊沒有什麼怎麼看啊那就是大家個性不一樣 我後來發現一件事情你會發現有一些那個小屁孩啊那種國高中生啊 媽的一群在那邊抽菸什麼然後在那邊吐 我後來才知道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會回想到剛開始學抽菸的時候 嘴巴會有很多分泌物 所以在那邊噴噴噴在那邊吐 你看看這想要 洗下去 有沒有 排氣管改閥門跟側排是一樣的嗎 好像不太一樣那是要看你怎麼改 有的是閥門弄就是側排出來那就緊繃大聲 然後有的是你閥門開了之後可能他走的另外一個管道是聲音比較大的管道 看改的人是怎麼幫你改的 跟側排我覺得不一定是完全是有絕對的關係 反正這個剛剛跟大家分享就是那個做生意的嘛 反正就是本越多你就越不用在那邊擔心說 沒錢過日子又要拿車去變賣 我以前常這樣 我以前剛開始做生意的時候我常常在變賣車子 比如說這個月到了要繳什麼錢要繳什麼錢 然後算一算錢不夠我就把車拿去 處理掉就賺不到了 賺不到我就處理掉換錢回來再去繳 那邊賣賣賣 需要什麼錢 有很多很可惜的 所以我真的覺得 有很多人講的沒有錯 你做生意你還是要比這個周轉的資金 要不然會很難 持續下去 最近最後 最後的時間差不多 最後 我最近遇到一個問題就是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說 來小私汽車估車 因為我最近在論壇上面有看到 有人在問說 估車的問題 那我是這樣子 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小私估車絕對不一定是最高的 為什麼剛好接續我前一個話題 他會依照我還剩多少錢 我很簡單講我現在錢很多 我賣的很好的狀況 我每一台車我一定都 更高價收 然後第二個 我如果最近 已經買車買到沒錢了 然後你 你這個車來 我又已經 五六台一樣的車了 站在一個做生意人的立場 我相信不是只有做生意人 你們也會一樣 你再來你一定是要更便宜你才要買 對不對跟你買股票一樣 你手中這支股票你已經從幾塊開始買了 那你現在如果還要再買這個股票 唯一的可能是什麼 更便宜你才會買 很合理吧 每個人都這樣 這人性 這跟媽的車商沒關係 很多人看到車商就噴說他媽的車商很黑啦 我媽跟我估很低 我去小私 我去那邊小私那邊給我估80 就在外面跟我估90 這還有另外的原因我等一下再講 反正他就是會依照我之前跟大家分享過了 你賣的車款 這家車行 會不會賣 第二個當然你的車況 也會決定的 估你車價格高低嘛 你一台車 這個五年車來我這邊已經開25萬公里了 那我不可能跟你估高價我可甚至連 直接跟你說我不收 你找錯人了啊 我又不能調表 我又不會調表你賣給我 我有個屁用啊 我又賣不掉我幹嘛買 再便宜我也不要買啊 講難聽一點啦 兩萬你賣我 我買啊 問題是你會兩萬賣我嗎 不會嘛 那我們何必談呢 我就沒收嘛 所以你要去看 你這個車 總他會不會賣 他生意這間店生意好不好 這都決定你 估車的價格高低嘛 但我先講 我說雖然我這邊不一定是最高的 但是我這邊我可以跟你講啊 絕對是最沒有問題的 我過戶跟付錢沒有再為難別人的啊 我講好跟你講好多少錢就是多少錢啊 你不要騙我東西我都OK啊 你只要都不胡我啊來 大家講好多少錢就是多少錢 然後我馬上辦我的錢就趕快給你了 我馬上就過戶啊 所以我一定是最清楚 最安全的 這我可以保證嘛 但是 你不能抱著一個網紅看那小絲 我最討厭什麼 小絲我跟你講 我這台車去賓市原廠 跟我估110 那你可不可以120 幹為什麼 為什麼 人家是劫富濟貧 你是劫貧濟貧 玩手機我比較好一點 我點比小一點我又太貴 才可以賣比我更好價喔 我也不行賣他那麼高價 我卻要收費更高 我錢也沒有比他多呢 我也沒有股東呢 為什麼 因為你是網紅啊 你小絲啊我想說你小絲就用 我用 我如果有多這10萬我拿給我母子開得不好 我拿回去孝敬父母不好嗎 我這10萬我拿去捐給慈善機構不好嗎 我為什麼要 比原廠高10萬給你買 為什麼 你比較漂亮 水家黏大腿 為什麼 我跟你講你跟我說跟原廠一樣 我都還能接受 雖然一樣對我來講也很嚴苛了你知道嗎 你去原廠估的價格你去Lasers估 你去Toyota估 你去 你去賓市估 估的價錢你要求我跟他一樣我都覺得你其實過分了 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我就一間甘馬店而已 你叫我要跟那個原廠媽的那個那麼多錢的筆 我哪有辦法啦 大家來都粉絲啦 粉絲你怎麼會不會比較小的粉絲 我冬粉 對不對 不是我覺得 有時候沒有 買賣沒有交易沒關係 可是有時候會覺得 很無奈 我也不能 風甘 那有一個風甘你出去風甘 我不可能嘛我們開玩笑 節目下午在講 你真的現場來我們怎麼我們也是很客氣啊 不好意思我沒辦法 完全這樣 我真的沒辦法 真的 你去賣完全 我真的沒有 我沒有買到你的車真的沒關係 你也不要想說 大家都很害你的車 真的不一定 真的沒有 對我來說我的名聲 比錢重要 真的真的 我要賺錢 可是 有些錢我可以不用賺沒關係 所以剛剛有人說小鴨 他也是超定價賣你啊 他是你的粉絲 他也是賺你的錢啊 我會講 怨打怨哀 我覺得 這個車 講難聽一點他不賣我超定價 他去賣別人他應該也是超定價賣得掉 那我可以接受我去買 對不對 至少他不是說 我到了現場 他本來跟我講185 我到現場跟我說190 至少人家不是這樣 人家拚扁的 就說我這個轉出來 我就是這個價 那我可以我才去 不可以我當然我就回絕他說 不好意思 我現在這個車就太多 所以我不可能估高 那你到別家有沒有可能比賈斯高 有 因為他缺這個車 他有客人嘛 比如說替打 我替打有五六台 我可能沒有辦法跟你收 這麼高 你去別間 搞不好 他沒有替打 然後他剛好有同學有朋友 說我要買替打 剛好你來了 他給你估高有可能嗎 有啊 怎麼會沒可能 對不對一定有啊 所以我從來就不會就幹 我最用我最高 我最用 不會 不可能 我講過一句話 Toyota再有錢 他都不可能把 全台灣的Toyota二手車都買完 我也一樣 我再搶 我也不可能把全台灣的車都買完 所以一定 高高低低啦 有人會說我去小市那邊顧好高 也有人這樣講啊 那他就是剛剛好 來我就這個車我覺得很棒啊 你車況很好啊 然後我的客人 很愛這個車啊 甚至我有客人 還在等這個車啊 那我當然跟你收高我ok啊 這本來就是這樣 再來第二個 那個有的客人進來有沒有 好 就一台車 大台那種的 不會輸給他的車 好 我告訴你 我這隻 楷彥的啦 當初買新的啦 選配啦 三個五六百萬啦 你現在看 看多少啦 多少要收啦 我跟你講 我們估價還有另外一個 我不能這樣 你臭屁三小你走 我不可能嘛 所以我們要怎樣 給他軟釘子嘛 不好意思 這可能 我比較不會 對不對 或者是這個 現在 我們就爆比市價還低 給他一個這個軟釘子嘛 不要直接拒絕人家說 這個收可能 沒關係啊你 比市價便宜你要賣我也ok啊 對不對 你要 享受我的服務 你要用那種態度對我 那我要賺夠錢 我才要給你這樣 懂嗎 對不對 不然 就不要 不好 我沒有買 對不對 所以有可能 也有可能 所以 你的 估的價錢太低 有可能是什麼 人有問題啊 我看你我就不會 很簡單啊 真正 也有客人進來看我不會 也會有啊 一定都有的嘛 互相嘛 人跟人有磁場的問題啊 我有可能看你進來看我看你一個樣子他媽的 就低能耳 不是 這樣你都看得出來 左金龍右白虎 青牛在腰間 人擋殺人佛擋殺佛 我們就 隨便報一報 不賣就算了 我沒有 也沒有很想買 類似這種感覺嘛 做生意不是 大家都自由自在對不對 你也可以自由自在的 看小師賭籃 我看 電視演的這樣跟現場 沒什麼感覺 你就走 沒關係啊 不要覺得人家 好像很害你的車 我們有時候 我們還不好意思把客人的車講得太差 因為怕翻臉 對啊 有車真的是蠻爛的 我們又不好意思拒絕 委婉的 我們就委婉的拒絕 不然他動作他的車 全世界好 打到死 那就像有的 那男朋友 漆漏的處理 我們漆漏的 你看怎麼有 我們漆漏的 你看我們漆漏喔 教練 你看我們漆漏很漏就對了 不要照顧我們漆漏 我跟你說 走路馬亂不會看 比較注意 比較好 我說讚 我直接 我就跟你說 我比較處理 我跟你說 你不怕心情好 我跟你說 三漆漏不會看 對不對 有些人覺得 他馬子 人家多看一眼就 好像他強勤他馬子 一樣有沒有 也有啊 有這種人啊 沒有啦 我真的覺得做生意就是 講求 緣分啊 賣賣 不要硬來 硬來對大家都不是好 好事情 我是這樣覺得 然後 有人遇到高啊 有人遇到低啊 出去 我去小市那邊 估很低 可是人也有人說 我去小市那邊 他價格超好的 辦超快的 錢給我超快的 壞事傳千里啦 就是這樣啊 你如果不賭 他就怎麼不說啊 跟天王星 同平台的626收嗎 不要 不收了我現在沒有位子了 我現在在出清車子了 我最近把 三台146都直接清給同行 還有之前你們看那個 Panda有沒有 菲亞特那個熊貓Panda 我也都處理給同行 一次處理四台走 然後有一些真的放很久該報廢都報廢掉了 沒有我現在真的 不能再那麼任性的玩了啦 之前 買一大堆老車在那邊 要玩有沒有 慢慢改慢慢玩 可是現在這個時機我沒有辦法玩了 真的被會計追殺了 所以我沒有辦法 我只好一直想辦法 清掉 已經沒那麼傷勢了你知道嗎